APEC是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1月上任以来 跟大陆领导人首次出现在一个亚太事务的论坛之上 那美国之音就报道说 估计这一次的峰会会成为美国跟大陆继续角逐影响力的 很重要的一个新的平台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其实在16号的时候 在北京用视频的方式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 的会议 白宫也宣布总统拜登会参与这一次由纽西兰的总理 又是阿尔登所主持的峰会 而这是拜登首次跟亚太地区多个国家领导人 尤其是东南亚的国家领导人接触 拜登会强调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地位 以及他对于自由与开放印太地区的愿景 期间拜登也会跟各国领导人介绍 美国为亚太地区提供新冠疫苗的最新状况 还要提出一个有利于共同繁荣和包容性的经济议程 但是明明美国就是捐疫苗慢慢拍 但是拜登就是很会自夸说美国对于世界的贡献很大 反观大陆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 大陆在上半年的时候就发现 已经向112个国家跟地区出口了超过5亿剂的新冠疫苗跟原疫 那这其实相当于全球的疫苗总产量的六分之一 全球的疫苗免疫联盟甚至宣布要跟大陆的国药跟科兴公司 分别签署了预购协议 那全球免疫的疫苗免疫联盟要购买多少呢 1.11剂的大陆科兴还有国药疫苗 还要可能再购买4.4亿剂的大陆制的疫苗 所以这些疫苗要怎么样呢 放在COVID的框架下被分配给贫穷的国家 那其实来看到CAG-I的首席执行长 也就是伯克利对于大陆的疫苗厂家达成的协议 他表示很赞赏的 5月底其实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七十四届的世界卫生大会上 很多国家也当然是感谢大陆 透过了捐赠疫苗派遣专家转让技术等等方式 协助对抗疫情 尤其来看到非洲很多国家是没有疫苗的 星巴威的总统呢 姆南加瓦其实就说 把大陆疫苗比喻成隧道尽头的光芒 那你美国给了他们什么帮忙呢 来看到就是拜登自豪自己捐疫苗 但是连美国媒体都看不下去了 这是华盛顿邮报 他就痛批说 哎呀 现在美国大量囤积过剩的新冠疫苗 数百万的疫苗即将要过期了 最后会被扔进垃圾桶 而这种疫苗浪费呢 估计会持续到秋天 那此外呢 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表明 民众需要加强注射剂量 但是美国还是购买了 大约两亿剂的莫德纳的疫苗 宁愿要放在国内来囤积深灰尘 对此来看到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他就说又是用了这个经典词 猪门酒肉臭路有动死骨 赵立坚表示呢 在当前的新冠肺炎的疫情 还在全球扩散 特别的是变种病毒Delta 为全球的疫情 带来很大很大的挑战的背景之下 美国囤积浪费宝贵的疫苗做法 其实就扼杀了发展中国家脆弱的抗疫生命线 美国你只要囤积浪费一支疫苗 其实本来可能可以挽救一个生命啊 随着这些落灰过剩的疫苗 那其实呢 被美国扔进了垃圾桶的 不只是一串串的数字 还有良知跟国际责任 尤其来看到另外一个 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呢 他也在日前的时候说 要实现全球免疫的话 而且呢要终止新冠疫情的话 需要多少呢 110亿亿剂的疫苗啊 用于全球70%地区的人来接种 他同时警告 国际社会获得新冠疫苗的机会是不均等的 因为美国这些西方国家 抢了蛮多疫苗嘛 美国不只是捐疫苗慢呢 就连盟友更是点滴在心头啊 印度来看到是德干先驱报呢 他报道说回顾呢 跟印度作为亲密战略伙伴的美国 在疫情期间 针对于印度的所作所为 认为印度政府应该要务实的重新思考吧 所谓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甚至是四方安全对话的机制 文章说呢 新冠大流行啊 在以印度独立以来 是前所未见的疾病的方式 摧残着这个国家 而今年的呢 来看到的是第二波的疫情破坏 更是很严重 那尤其呢 为印度带来了公共卫生啊 政治啊 经济啊 跟外交上的重大挑战 印度人呢 就因为啊 印度是美国所谓的 全球战略伙伴的关系 对于美国呢 就有一些期待嘛 很多很多的期待在美国身上 但是也可以说呢 印度从这个伙伴身上呢 看到了是推诿啊 最终还是必须自己来解决 那印度之前还一直抗中 不是吗 那美国呢 更被说是拖拖拉拉的 特别是禁止用于 生产疫苗的化学原料 这个原物料 那出口到印度 那妨碍的就是疫苗的 接种的进程啊 跟生产疫苗 在美国优先的战略之下 受到了国内外 很大的抨击之后 拜登政府终于扭转了 这个出口禁令 但是呢印度将来会收到多少 来自美国的疫苗呢 目前都不清楚 尤其呢拜登政府 还没有对美国生产 任何类型的疫苗 做出相关的出口承诺 也没有发布呢 有关提供多余疫苗的公告 印度媒体就认为啊 你印度政府之前不是吹嘘吗 全球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 已经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对话 但事实是 根本就是充满空洞性啊 那再来看到是美国在对抗疫情上 IP自扫门前雪 各界呢是骂声连连 但是美国却很会自夸 说自己做得有多好 我们来看到呢 即便是大陆对抗疫情 全世界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美媒的彭博社呢 公布的有一份 六月的全球抗疫排名 美国竟然能从五月的第十三名 要升为第一名 但是呢 从新冠确诊的病例数啦 跟死亡数来看 美国呢怎么会是长期变成是说最差的 蛮差的一些国家变成第一名呢 而且来看到 这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呢因为呢 呃他的这个排名 难道是有动过手脚的吗 原来就是因为彭博社啊 对于六份的这一 六月份的这一个排名指标 用了十分为妙的调整方式 那这个媒体在报告中有说 目前啊新冠确诊病例 跟死亡病例呢跟卫生能力哈 这个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衡量指标了 那重新开放呢跟恢复常态的程度 变得比较重要了 所以呢这份的排名报告就增加了 重新开放进程的衡量板块 以及呢该板块就包含了 疫苗接种的程度啦 以及封锁的严重程度啦 航班的容量啦 以及疫苗接种的覆盖率 等等的旅游路线等四大指标 那这四大指标刚好就是美国的强项 美国现在疫苗的接种呢 已经过半了 因为抢了那么多疫苗嘛 大幅减少了封锁的限制 那航班的客座呢 也利用这个利用率 也慢慢的在回升当中 国际的旅行也在恢复当中 所以啊即便现在 美国还是呢 全球累计的新冠确诊 跟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美国啊现在还是靠着囤积疫苗 以及呢 在接种相关的指标的加持之下 结果就变成了 全球抗疫排行榜的第一名 不过这样的榜单呢 能够让社会幸福吗 我们来看到美国其实呢 每百万人的新冠死亡人数 高达了1824人 比排名在第二名的纽西兰 也就是新西兰 多了1819人 阳性的检测率更是高达了2.4% 甚至超过了第二名 到第五名的数据总和 那这份排名呢 对于控制疫情至关重要的封锁啦 以及呢出入境的防疫 这些管理措施 都被视为是负面的因素 也就是啊 限制措施越严格 那这个国家就会得到越低的分数 所以呢 中国大陆就得到低分了 那专家就担忧啦 如果不计后果的加快 重新开放的进程 大量民众进出啊 就会导致什么 Delta的病毒进一步的蔓延不是吗 所以这种逻辑就引发大家怀疑啦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尤其啊 来看到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就说 这是不符合事实 也不尊重科学 更不尊重生命 还说对于这样的排名只能喝喝了 那而且美国不只啊 被说吹捧 这个防疫世界第一 恐怕 也不会被世界当警示嘛 因为呢 美国的防疫真的做得蛮好的吗 如果真的做得好的话 疫情反弹 而且呢 疫苗推进也蛮难的 成为最大的讽刺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有说 近期啊 美国七天的平均日增的新冠病例呢 持续是增加当中 到十二号啊 七天的平均日增病例呢 来到了两万一千四百二十例 是五月底以来的新高 就连啊 纽约啊 还有包括加州啊 伊尼洛州啊 还有佛蒙特州等等的 接种疫苗率比较高的地方呢 新增的确诊病例 数也在攀升 比如说 纽约州截至七月十一号 一周内的确诊病例呢 激增了三千九百七十例 在加州的洛杉矶线呢 五天的平均日增的病例 从六月十三号的两百零一例 增加到七月十三号的 一千零九十五例 增幅近五倍 专家认为呢 病例激增的原因 包括Delta病毒株 在全美的加速蔓延 和年轻族群呢 现在暑假的时候 社交活动比较多 还有未接种的群体 容易感染等等 美国CDC报告就说呢 Delta的病毒株啊 在美国啊 其实呢 占了新冠的这个 新增确诊病例 百分之五十以上 在疫苗呢 接种率比较低的地方 占比更高 另外再来看到美国 疫苗的接种进度呢 持续是放慢当中的 美国的CDC报告也说呢 其实呢 来看到截至七月八号 全美呢 七天的每日平均的 接种量是 大概二十三点九万剂 那相较于前一周下降了 百分之五十四点五 那美国国家过敏 还有传播病的研究所所长 也就是佛奇说 美国保守派啊 对于接种新冠疫苗的言论 让他感受到这个恐慌以及不解 但是呢 我们看到反观大陆啊 疫苗接种数已经破了十四亿次了 甚至呢 还在加快施打的疫苗 甚至呢 说如果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话 未来在大陆恐怕会寸步难行 部分地区呢 近来啊 其实有接种了 像如果你没有接种的话 其实呢 是不被允许进入像超市啦 医院啦 学校啦 还有车站 以及图书馆等公共的场所 形同所有人都必须要接种疫苗 还有呢 在浙江啦 江西啦 限制没有接种者的出行 河南南洋市的唐河县 还说不接种疫苗的公职人员 一律是不能上班的 还要呢 停发工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限制 我们再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是陕西呢 陕西是怎么样呢 陕西的韩城宣布 数好奇啊 对出入商场啊 超市啦 餐饮门店啊 火车站啊 等等的机构 都必须要打这个新冠疫苗 另外四川省的宜宾市的高线 也发了通知 要求呢 只要年满18岁以上 没有疫苗禁剂的人员 都必须要接种新冠的疫苗 7月27号起呢 原则上不允许没有接种的人员 进入医疗机构 以及相关的地方 美国防疫表现到底好不好呢 可受公平 但是美国还常常用病毒溯源 对大陆施压 另外还有呢 来看到是44个国家 针对COVID-19的病毒溯源问题 有向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 谭德塞提交了联合致函 另外还有四个国家单独致函 强调呢这个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 国际社会只有团结合作 才能战胜病毒 那尤其呢 这个病毒溯源呢 是一项科学的任务 不能够被政治化 大陆外交部也指出来说 从疫情爆发以来 大陆在溯源上就表达了 科学专业的态度